朋友们好 早上买了点里脊肉 今天准备和大家分享一个小酥肉的做法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里脊肉给切了 先把里脊肉切成一厘米厚左右的块 再切成醋条 再切了点手脚 把肉盐一下 切好的手脚放进来 来点料酒 放点盐 再来点花椒粉 鸡鸡 再放点烧烤料 先拌起来让盐着 把肉拌好以后盐上十来分钟 盐好以后再打两个鸡蛋 往起来拌一下 再来一勺点粉 锁着一个方向搅拌 我拌一会儿 把调料拌油给肉上搅拌 拌成这个煮就可以了 可以上锅炸了 油温烧5成左右就能炸了 把肉一根一根的往里下 我们炸的时候有热火炸 不用火太大了 把表皮炸火 炸干炸去就好了 好嘞 炸去一种花花的 就可以出锅了 炸好以后 上面撒点孜然粉 再来点辣椒面 炸好炸好赶紧吃呗 来来 来了 这两份泡菜有点多 还有一个茶 对吧 好 然后等一大 给吧 开始给你 炸一炸肉 来啊 好吃啊 脆又焦头 我炸出来 特有出来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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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吃 酥酥大姐 嗯 好吃吧 嗯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有没有感觉在吃烤肉 嗯 尤其是这个 口肉调料也少 哈哈 就是口肉味 你们俩好好吃 嗯 不要米饭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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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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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 味道 吃到的口味比较大 嗯 我一定能吃成白排 白排吧 那是你不要吃 跟你看这个菜又简单又好吃 口子是辣 嗯 我又想学了 嗯,相信你会喜欢 好 好 来找 去吃柚子米饭 来 出来点 多有点多吃点 吃不过馅 发和馅吃米饭吃不过 你看我就不吃 来点豆腐 来点 嗯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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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带了一遍 吃 鱇acing 这是辣椒可好吃 嗯 这个豆腐炒得好 我吃肉 我已经吃得挺不下来来 不吃了 不吃了你们俩把这点肉全部吃光 你先多炒去 慢慢炒 朋友们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 感谢大家的支持 喜欢的帮忙点个关注 再点个赞 再转发一下 再见 再见 朋友们好 这是我们的水锅空吸灌面 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面是咋要煮的 现在我们就开始煮 水开下面 我们煮面的似乎水多一点 因为这个空吸灌面在做的似乎放夜来了 有点斜 水多一点就不斜了 这个面比较细 非常容易涮 煮上个2-3分钟就差不多了 我们的空吸灌面就这样可以吃了 我今天配的是牛肉桃 朋友们在做的时候可以配羊肉桃 鸡肉桃 鸡肉桃 还有比如说西服斯基带来一些素桃都可以 这口吸灌面比较细 吃起来口感非常好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再见